接下来的选择是 我想请在场的00后举下手 00后 在这儿呢 00后 在这儿呢 76 阿拉哥 选择了世恒大 叶兰 我浅浅讲两句 可以 他太有那种压迫感了 因为第一天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都非常深刻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都很全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面对的是哪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们哪一个环节差一点的话 都有可能输掉比赛 这是最刺激的一点 但是呢 其实我也想说啊 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我能输给谁 对 我很想就是好好地输一回 我觉得好像有机会了 天哪 别 玩笑归玩笑 但是我们一定会是把竞技体育的精神 好好地发扬下去 就是说尊重对手 尊重比赛 然后希望大家也是这样 好吧 好 开拍吧 这个项目 刚才诚哥也说 他是一个敏捷心肺 所以我从小对于这个少林功夫 就是特别的喜欢 也特别的崇拜 什么轻功啊什么的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位选手是宏大 他的身手一定非常了格 所以想要跟他切磋交流一下 因为我是一名职业的篮球运动员嘛 而且我也是打外线 打后卫的 最终移动啊 敏捷性也都还不错 所以就我们 场上见 我一切随缘 来 因为我是54名嘛 然后可能被动 当时我看了一下比赛项目嘛 简单地对自己有了一个认知 我觉得我的爆发力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练武的嘛 是这样的 我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会选择夜兰 因为现在所剩的这些人里面 如果是男生再去选择一个男生 我觉得对剩下的女生太不公平了 哇 好猫哦 夜兰第一轮 可能因为一些不适应一些道具的原因 他可能最后拿到了一个非常不离小的名次 因为我自己我本身也不是一个专业领域非常强的 像在座各位一样在每个领域都有很优秀的成绩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可能我们并不是天生的王者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应该流淌的不服输的血液 所有的可能性都在我们跑下去的路上 哪怕你现在是100名 你有走到第一名的那一天 我想说的是我100名不代表我弱 只是大家擅长的领域不一样 毕竟来这里的没有弱者 现在我的心态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干就完了 下一位做出选择的选手是 请做出你的选择 哦 挑了吴润华 走 王爷 我们的微笑男孩请做出你的选择 哦 孙祖军啊 哦 孙祖军啊 Let's go Let's go man 微笑男孩选了阳光男孩 请我们的孙祖军亮出你的手怀 放在你的左手掌心里 哈哈哈哈 来 再来 狠一点 对 OK 是对手 好的 我们的微笑男孩选择什么项目 抢沙包 抢沙包 有一点身体对抗 好吧 那么我们两个人互相 给对方给对方一些鼓励 或者是放些狠话 呃 呃 呃 行了 微笑男孩 那个其实他刚刚选的抢沙包 也正是我想选的这一关 既然你选择我了 那我们就在 场上见 刚刚你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眼神对上了我就知道了 哎呀 咱们赛场见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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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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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我俩的体型体重 其实都差不多 来吧 兄弟 Let's go 因为我是一名摔跤运动员 本身我比较期待的 可能是对抗的一些项目 但是我们俩能够去联合作战 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希望我们强强联手 我觉得默契点就在于 我们的战术同意 所以当时就是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有共同的策略 就出奇的一致 Let's go 刚才有上阵副子兵 我俩就打仗亲兄弟吧 然后还有句话就是 我们是管军 管军 因为我是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我对我的腿部爆发力 还是比较自信的 好 我就请这段军休息 管军 别得稳定 搞笑不合 管军 就是拉爆他们 我的想法就是拉爆他们 我们不见面 越往后越难选了 这就是经济体育的残酷 是的 越往后是看找互补的呢 还是找同乡呢 还是兄弟呢 就成练中了 一对一对都牵手了 好 请做出你们的标志性动作 牵手成功 牵手成功 变成队友 就是 我本来想选小沙包 我好想身体对抗 真的 我好想跟男的身体对抗 就是作为一名格斗运动员 我也好想抗一下 咱俩换吧 我想去合作 但是咱们这东西手单手 我的爆发力也不差 我像兄弟咱们你也不差 必须的 咱们就冲一把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也会 扛轮胎 背轮胎跑 或者拉轮胎跑 差不多吧 不能努力 行不 然后唯一节目我这样 加油 我知道刚签了职业的赛事 一定要加油 展示我们女性力量 女性力量 女性力量 首先谢谢姐妹的信任 姐妹 OK 咱们必须是最棒的 冲 必须是最棒的 然后我想跟观众朋友们也好 在座的选手也好 我是一名在读的博士生 但是我想跟大家证明的是 我们不仅有文化 我们也有力量 谢谢大家 我们就是能文能武 是吧 一个左正灯 不是 不是 其实我还蛮想选开拍 因为 你本来想选开拍吧 然后我还以为小爽能选我 还以为我们两个女生可以拍 没想到选了一个男孩 明白 我看到了小爽选了一个男生 我老惊讶了 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选男生 哪怕选个女生都OK 其实我真的以为他会选我 但是这哥们走了个S玩还怎么样 就是他好像看都没看我一眼 但是他正好上肢好 我下肢好一点 或许可以互补 明白 好的 期待你们上架的表现 你们一个上肢力量 一个下肢力量 组合在了一起 接下来是 你好 还是要有一个 我们的标志性的动作 将手环放在手中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的 合作愉快 虽然我们是最后一组 但你们啥也不是 怎么样 很棒 其实这会儿视野挺好的 而且没想到我会是站到最后的 对 然后其实我这个站到最后 就挺契合我们蓝天救援队的概念 理念 就像我们牺牲的队友 最后生前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先撤 所以其实 大家也别误会蓝天人都很体格强 其实蓝天人精神强 我们不服输 我们在面对挽救生命需要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面对什么情况 什么灾害 我们都是不放弃的 但体格真的都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只能靠我的意念 然后坚持到最后 就像我最软跟我说的 首先上来宣传到了我们蓝天 然后能在所有优秀的队友们里面 能够找到 愿意加入蓝天的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蓝天需要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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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出你的选择 走吧 来 我们还是要有一定仪式感 好的 配队成功 恭喜你们 我选她是因为她是练太极的 我也是练飞夷公平旁杠的 我们练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公养中国的传统文化 想让大家看一看 中国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不是吃素的 我们在一起 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 好 我在这里就是想向大家展示 练太极不一定是比较单薄的 她也可能是很有力量的 虽然我是练太极 但是我力量不比你差 她也是在意料之中 因为我回手一看 这几十个人好像就我最强 可能强的全被选完了 但是即使有其他更强的选手 我也会选择她 选择的是 队友 我们俩都是综合格斗运动员 然后到手拉手跟他们碰一碰 我们是综合型选手 其实MMA看着在场上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比赛 但是MMA特别讲究的是团队 然后在场下的协作 教练寒长 你能不能听得特别清楚 能不能执行出来 其实也是非常 对协作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相信你们俩在2v2的这个环节里面 一定加油 胜出 加油 还是来个 好 飞战区就位 我们这位是一对父子 其实我跟洪洪兴老师呢 在 我在黑虎的时候 还是一个前台的时候 我们就见过面了 黑虎是一个 是我们俱乐部名字 对 我当时在黑虎做前台接待 然后他来我们俱乐部拍东西 然后我当时接待了 当时他儿子很小 很小很小一点点 现在都这么高了 都可以一起上台比赛了 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 其实我们父子在这个比赛中的优势 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 毕竟我从小看他长大 是所有选手里头最有默契的 所以很多时候 给他一个口令也好 或者是互相看一个动作 就知道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在很多的一些 双方合作的比赛中 我觉得默契是最好的 尤其是父子生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